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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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知臣有要事禀告 皇上 臣告退 皇上 皇上 你去吧 皇上 有一个我们五姓家族之人被人杀了 什么 在什么地方 就在东街上 查到凶手了吗 大理寺正在查 让他们查去吧 你慌张什么 皇上 执勤以为这件事情并不简单 有什么不简单的 皇上 我们五家之人在京城是何等的地位 他们既然来杀我们五家人 就等于再向皇上挑战 你这话没道理 大洲自有大洲的律条 无论杀任何人都是犯罪 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被杀之人姓武 就大惊小怪 更不能因此干扰了大理寺办案 不然的话 人们会说我们家族互短的 知身明白了 这口气 我怎么可能夜待下去 给我查 把凶手给我查出来 下官遵命 子虚 义父 此事由你亲自去调查 孩儿遵命 大人 大人 出事了 什么事这么急啊 城中又有人被杀 欺负儿子一同遇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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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他们都是被力气所伤 并无中毒的迹象 大人 都已经查清楚了 这家布店已在博州开了很多年 是武老板自己经营的 大人 店铺里的财物都在 没有发现被动过的痕迹 不像是屠材害命 等等 刚才说 这家布店的老板姓什么 姓武 不 你们马上召集弟兄们 查找博州城里还有没有武姓的人家 一旦有 要立刻回来向我禀报 是 大人 您的意思是 两起凶杀 死者都姓武 这是变态的复仇 在方圆百里 一定给我找到种植玫瑰花的人 这 小的参见武大人 有什么事啊 我家主人特意派小的给武大人送信 信呢 回大人的话 我家主人说 敌人结老奸俊华 怕带着出信会有闪失 所以 特意让小的向大人口述 起来吧 多谢大人 说吧 是不是敌人结在博州 又搞什么鬼名堂了 大人 敌人结在博州滥杀无辜 激起民愤 此事已然震惊了整个博州 什么 你说敌人结在博州滥杀无辜 是的 整个博州城的人都知道 敌人结不仅杀了人 他还装神弄鬼 惊吓一方 而且 他还烧了尸体 毁尸灭迹 照你这么说 这一切都是敌人结做的 至少是敌人结指使的 那 那敌人结杀的是什么人呢 听说 是个姓武的商人 姓武的商人 说是商人 可据我们所知 死的人并非商人 而是一个受敌人结迫害 正准备状告敌人结的人 显然 敌人结是在杀人灭口 被害之人叫什么呀 武恒 什么 武恒在博州被杀了 好我知道了 你马上回去告诉你家主人 让你家主人密切注意 敌人结的动向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是 子虚 在 上他信银了 多谢大人 你去吧 回去带我向你家主人问好 是 小的告辞了 山不转水转 想不到敌人结业 就这一天哪 义父 敌人结真的在博州杀人了 管他是真是假呢 有风就能起了 给我背叫 我要进宫 义父 此事就交给孩儿去办吧 我真的去博州 找敌人结 子虚啊 我早就告诫于你 别说你未必能杀得了敌人结 就算你能杀得了他 你也得偿命 哈哈哈哈 杀人要名正言顺 敌人结不是喜欢 律法吗 那我们就用律法 来收拾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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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说什么 狄人杰在泊州滥杀无辜 狄人杰不仅杀了人 还放火毁尸灭迹 装神弄鬼 惊扰百姓 在泊州一带 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据当地的官员说 那里的百姓 无不惊恐万状啊 承四 你从哪儿听到的 这些捕风捉影的事啊 不说别人 你自己相信吗 知臣觉得 事出有因 不由人不信啊 有什么因呢 遇害之人 乃是我们五姓家族的 一方远亲 听说他遇害之时 身上还装了一份 举告敌人节的壮志 又是姓武的 是啊 在京城我们五姓家族之人被害 没想到 在伯柱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啊 这难道 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接着说 皇上 自您登记以来 朝野中一些居心叵测的小人 打着被礼堂名冤教区的皇子 处处与我们五家作对 唯恐天下不乱 长此下去 还不知道有多少 我们五姓家族的人 会遭到他们的毒手 别说了 朕 登基做了皇上 乃是为天下百姓着想 即使有些人不高兴 不满意 也不应该拿别的姓武之人出气啊 是 侄臣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这样做 分明是在向我们五姓家族挑衅 是在向皇上挑衅啊 你觉得 敌人杰 是这样的人吗 皇上登基 敌人杰表面上没说什么 但他的心里一定很不高兴 皇上还记得十六年前 敌人杰千方百计要保护李贤 还放走了叛臣郭湘成 这一切 不都说明在他的内心 是为李唐世尊吗 他是李唐的老臣 又受过先帝的恩惠 有点想法 也在情理之中 可他现在是大周的臣子 应该对大周誓死效力 十六年前 皇上虽然降了他的职 但却免了他的死罪 这也算是活命之恩了吧 他就算是快完食 也该有融化的时候啊 可他居然居然十股不化 还在与我们武家作对啊 事情还没弄清楚之前 你先不要乱讲 皇上 朕 好了 朕很忙 你先回吧 皇上 敌人杰 退下 是 之臣遵旨 敌人杰 会杀人吗 你马上去趟京城 把信交给狄光远 记住 一定要亲自交到他的手上 是 大人 让开 让开 陆这陆也 不顾他人安慰非君子也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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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无双至 火不单行 今日出门 非吉日也 哎呀 哎呀 我说叔叔 你怎么也不看着点车呀 是不是没银子花了 想讹我一把 哎 哎 先生车速之快 如疾风也 先生撞到了学生 学生尚未说先生 先生到寻起学生的不是来了 有礼乎 无礼也 好果不挡道 谁让你挡在路当中呢 哎 先生请看清楚 无奈人也 非狗也 哎呀 我今天真是倒霉 遇到这么个酸倒崖的傻袖子 哎 我说你没事吧 没事我可要走啊 哎 先生慢走 先生慢走 怎么 你还真想讹我呀 先生撞到了学生 是先生的不对 学生挡在路上 学生也有不适 学生挡路在先 那就是学生先不对了 学生这里给先生赔个不适 也就是了 哎 行行行行 那个先生不怪罪学生 也就是了啊 告辞啊 等等 公子 这位公子 梁雨霄这香有礼了 欢礼欢礼 请问公子尊姓大名 意欲何往 在下唐子贤 师父倾城应试的 正好我也赴京城应试 公子被我的马车撞倒 受了伤 我也过也不去 不如与我一道乘车前往 哎 多谢梁公子的美意 君子这无功不受路也 我怎能乘您的车呢 可是你的腿受伤了 腿上的伤不碍事 只是 只是可惜了这些纸燕 脏的脏 碎的碎 我陪你 公子 你 你怎么能跟他 我们那马车撞了人家 理应赔偿 走吧 错了 梁公子 错了错了 什么错了 难道公子 是嫌我的银子少了 不是少了 是多了 区区一些纸燕 如何用得了这些银子呀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紫月不易之财不可取也 请梁公子收回 公子 你除了买纸燕 还可以看看腿伤 腿伤之小伤 也用不尽这些银两啊 还请公子收回 可是 我没有零钱 那学生宁愿不要 驾 驾 去 参见狄大人 明明 是我爹的书信到了吗 是 伯州狄大人吩咐小的 将此信亲手交给您 有劳 一路上辛苦了 狄大人如果没有别的事 小的就回去赴命了 我爹在伯州还好吗 不好 不好 伯州城连续发生命案 还闹鬼狄大人忙得不得了 好 你说伯州城在闹鬼 光源无二 速将此信转成皇上 妾妾 去 我还有事不留您了 回去记得向我爹问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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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舟城的百姓人人都谈鬼色变 敌人劫可曾抓到凶手啊 只臣听说 杀人与闹鬼的元凶 都是敌人劫啊 朕说过了 这是不可能的 皇上 博舟城的百姓都在这么议论哪 禀皇上 敌光远有要事求见 正在御书房外后旨 让他进来吧 遵旨 敌光远觐见 臣敌光远叩见皇上 光远 什么事啊 家父从伯舟捎来书信一封 令臣即刻转乘皇上 乘上来 平身 谢皇上 皇上 是不是伯舟那边又出什么事了 是 你爹 你爹 向朕问安呢 光远 你先退下吧 臣遵旨 臣告退 好 皇上 爹人杰他说什么了 爹人杰千里尚书 说国中连续发生 杀害五姓人的命案 他担心京城也不会太平 让朕小心提防 他这什么意思 站住 狄光远 见了本公主你敢不败 臣狄光远参见锦园公主 免礼 谢公主 臣告退 慢着 死罪能灭 活罪难饶 公主 你到底想怎样 我要你陪我去逛街 皇上 侄臣以为 博州杀人案与京城杀人案 是同一伙人所为 如果 如果 如果博州杀人案 黎人杰真的有嫌疑的话 那他 那他不是与京城杀人案 也有关联了吗 看来此事 朕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你快点 公主 你到底要去哪儿 买东西啊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我要把洛阳城的店铺都逛个够 可是我还有很多公务在身 我和李将军说了 让你出来陪我的 姑娘快来快来 看看我的笔 这是香笔 你看一看啊 这笔可好吃 这可是好的 怎么样来两个呀 这可是非常好吃的 公主 我可是没有工夫陪你玩 要怪你自己逛吧 我得先回去了 站住 你是皇宫的侍卫长 你不保护我 谁保护我啊 你小声点 怕被人不知道你是公主吗 我 你快看 你快看 谁的轿子啊 好漂亮 好气派啊 那是武大人的轿子 就是我叔叔五乘四的吧 启禀皇上 锦园阁的值班太监报告说 锦园公主已经出去四五个时辰了 到现在还没回宫 他们怕出什么事所以 他不是和狄光远出去了吗 狄光远呢 回皇上 奴婢已经问过了 狄光远也没有回来 他和狄光远在一起 还能出什么事啊 奴婢倒不是怕会出什么事 只是锦园公主是金枝玉叶之身 若没有节制地在外面玩耍 这这万一要有个好歹的 好 那你去将他找回来吧 奴婢遵旨 人兄 你是叫我吗 你东西掉了 好 狄大人 狄大人 什么事 皇上说 请狄大人速带公主回宫 我知道了 公主呢 你们先回宫 我随后就到 是 去旅行 你不走 哎 公主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一睁眼就不见了 没什么呀 我渴了 时候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知道了 您看什么呢 没什么 走吧 你怎么没什么呢 我没什么事 你找谁啊 请问是狄大人府上吗 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来给狄大人送东西的 你是来京城参加会考的是吧 是的 好 请进 谢谢 将他抓起来 别动 你们干什么 为什么抓我 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犯了什么法了 你贿赂朝廷监考官员 还敢说这不是犯法吗 我 狄大人有令 凡是上门送礼的考生一律拿下 按贿赂朝廷官员罪名 将由大理寺处置 你听清楚了吗 你们冤枉我了 我没有行贿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把他关起来 放开我 走 大人 外面是什么人在喊叫 狄大人 是那些前来送礼的考生们 一共扣留了几人 大约有十几人 明天一早 我就将他们押送到大理寺 这些考生千里迢迢来会考 也不容易 送到大理寺 是不是有些残酷了 那大人的意思是 留他们一页 警告一下也就是了 明天一早就放了吧 但是 要将名字全部记录在册 交给张大人 本次会考一概不予卢用 是 大人 住手 站住 慢着 你是何人 学生梁雨霄参见狄大人 你们先下去吧 大人 下去 是 大人 走 这位公子 我们好像在那里见过吧 是 洛阳街头 你说你叫梁雨霄 正是 梁公子好俊的功夫 承蒙夸奖 以梁公子的功夫 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去赢得会考 又何必要鬼鬼祟祟登门行会呢 我是来送东西的 并非行会 等问梁公子给在下送的是什么东西 您的手帕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这块手帕不是男人使用的 应该是哪位小姐 送给大人您的定情信物 我怕您等着着急 所以特地给您送过来 物归原主 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梁公子 刚才误会你了 得罪之处还望谅解 没什么 狄大人这样做 虽然稍显过分 但可以看得出 您对行贿受贿之丑恶行径 深恶痛绝 如果大洲官员都能像您这样 那么此次会考 定然会公正无瑕 宋礼之风古来有之 平庸之辈因此而得道升天 让真正的才子因埋没而落魄 此方不杀 大洲难以得到真正的人才 作为考生 我真为有您这样高风谅解的好官 而庆幸 梁公子 您应该不仅仅是给我送一条手绢来的吧 您怎么知道 眼睛 您的眼睛告诉我 您应该还有别的事情 是 本来是想借送手帕的机会 向大人打听点事 可现在我不能说 为什么 因为您是考官了 我现在多和您说一句话 都要小心提防 要不然 我又要蹲冷房子了 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 可不想功亏一篑 告辞 公子敬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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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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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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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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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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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你走一趟 朕有话说在前面 不管你案子查得如何 不管狄仁杰是否是真凶 你都不能伤害他 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朕就拿你试问 知臣遵旨 你说什么 我爹 我爹是杀人凶手 这还只是传言吧 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这不可能 我爹怎么会是凶手 狄大人被人陷害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皇上已经决定派五成四大人 与李多座将军前去伯州彻查 站住 你干什么去啊 我去找皇上 我也要去伯州 且不说你现在还负责京城的会考事务 就算是没有 你也不能陷到这个事件里 以免被牵连进去啊 我可是听说最近京城接连发生两起 针对五家的凶杀案 有人说很有可能 与伯州的凶杀案有关 博州传回的消息 对你爹又是极为不利啊 这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光源 这家案子非同小可 你可要做好准备啊 如果 如果我爹真的是杀人凶手 我绝不会寻思 我爹从小就教导我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公正无私 行 小子 皇上没有看错 爹 京城也连续发生了杀害五姓人的案件 气眼之嚣张 令人弹之色变 吴承司依然怀疑是爹与暗中捣鬼 说你身在伯州 却遥控京城之凶杀 他也向皇上请指前往伯州彻查 孩儿相信 爹是无辜的 但又帮不上爹的王 只能观山要柱 望爹自己保重 王妃娘娘 飞燕从京城飞蛾传书 京城的计划进展顺利 武则天已经开始怀疑是敌人结案中操作 派五成寺来伯州彻查此案 再有几天就可以到了 看来那个敌人结的死期已经不远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再有几天就可以到了 再等等 那个骰子怎么样了 王妃娘娘的使徒守法独步天下 如果不是她内宫身后 早已命丧皇权了 尽管如此 她现在也已经是废人中的废人了 大人 方圆五十里的大小山村全部查过了 没有发现花圃 魏大人 我们也找过了 伯州城内根本就没有叫玲珑的女人 每次送来的花都格外的鲜艳 说明这花圃与玲珑一定就在附近 辛苦各位继续查找 启北大人 吴大人与李将军昼夜兼城 最多还有三五天就会到达伯州 知道了 你们下去吧 是 伯州在杀五星人 京城也在杀五星人 这不是巧合 而是一个完整的复仇计划 这个阴谋的背后不仅是玲珑 那么他们能在哪儿呢 是伯州还是洛阳 玲珑应该在伯州 那么 洛阳的凶手又是什么人呢 看来 主动出击才行 主动出击才行 希望小川 火灯 洪海如蓝冰雪笑融 云淡风轻浮沉若梦 悲欢甘胆苍天灰影 把酒当歌何是心 是非我一场句 是情意 越圈越有缘姓名